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喷嚷癌发生以后 进展比较快 主要会导致病人的进食耿抑感 进食空烟空烂 还有病人迅速发生消瘦 这种喷嚷癌发现的时候 往往是中暗期比较多一些 早期 因为老百姓不注重这个 有病不会去早点就医 有时候会大安格似的 能扛 就扛过去 所以他一旦发现了 病情就有所进展 那么往往他会向下 会累积这个喷嚷小弯彻 甚至于再往下 累积微体的上部 中上部 还有沿积到微底 也可以累积到时光 所以这个喷嚷癌 我们要积造一些 积造治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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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